古語幽魂, 衣食主行 古語幽魂, 衣食主行 除了時代的進步 人類對住的要求越來越高 設計師Yukio 與你唱談, 室內設計心得 為你介紹流行的設計風格 和你一起竹子室 Hello, 歡迎收看第24集的竹子室 不好意思, 上個星期病了, 沒做到 所以這次才是24集 我是Yukio 我身邊這位是12集的時候 那個嘉賓葉長安先生 Alvin 其實上個星期因為我沒有回來 所以主持人就說 你有哪一集覺得很棒 不如我們再重複一集 我就是選了你那集去重複 不是嗎 是呀, 就是那集去重複 你的Facebook 有一萬多個朋友 你選我嗎 是呀, 我也想 我不是那些很難的Facebook 給我 OK 我剛才立下眼見到一個Lattery 你先讓他準備一下 你讓他準備一下 你幫我選擇一下 如果他可以進來 就可以進來 好 這集呢 其實很坦白說 12集之後 即是我們溝通了 你上來做完一次嘉賓之後 我在之後的餘下 13至23集 其實我改變了一點 即是我開始探討了一些 真是香港的問題 譬如我講了什麼 即是我講過 即是不只是講設計 即是廣闊一點 宏觀一點 宏觀一點 以及想多些人明白的設計 即是沒有那麼多 即是我前十一集 就是講很多很專業的 很專業的 接著我就講過譬如西九 西九的設計怎樣來 後來現在搞成怎樣 到昨天前天就剛剛封頂 那個戲曲中心封頂 我們繼續講 等待Lattery他先寫一寫 接著就也講過 講深港高鐵 即是講過他那裡的 是怎樣來 怎樣搞這麼久都搞不來 我們看看 接著又講過很多 Local的東西 講過 張君澳 這個 這個 戒指城 這些 topic 都我自己覺得有幾個人 但是今天你就 因為我問你 我說請你上來再做多個習嘉賓 當然是尊重一下你 就看看有什麼講好 接著你就扔了這個 topic 就很厲害 你嚇到 很厲害 Lattery你小心你走光 我剛才 雖然沒有走到 但是我看到你現在 有這樣的傾向 還沒坐得定 有走光的傾向 有走光的傾向 接著就問一下你說什麼好 即是吹水 然後你扔了這個 topic 過來就很厲害 就是 就是 就是這個 後佔領生活 什麼叫後佔領生活 那個佔領 和大家馬上想起一樣 就是佔領運動之後 後佔領就是佔領運動之後 大家的生活 不是說一些很沉重的政治經濟 其實是有少少跟生活的一些模式 即是Lifestyle相關 裡面我們有沒有一些東西看到呢 有些危端看到一些時代改變 我們生活會不同呢 我想說一下這件事 Yukio又覺得好啊 好啊 OK 首先這個名字很有型 Lifestyle你會走的 其實是變魔術這樣可以變出來 其實已經整定了 因為時間有關係 這個名字很有型 首先等於後浪漫時代 那些 不知道什麼 後元代主義 對呀 我們就是後佔領生活 我知道的 對 當然是很厲害 聽到這麼多集 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時代的一個標準 是Mountstone 即是我們這個年代 即是我們八九十後 七八九十後 一個Tipping Point 即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時刻 即是無論它之後帶來了 有什麼轉變都好 其實我自己覺得那個轉變是很大的 即是帶來了 譬如說一下我這代 或者我身邊的所有朋友 最不好的轉變 就是那個時刻 其實分開了兩班人 即是在Facebook上 全世界都開始割席 即是非黑即白 非白即黑 大家的顏色都已經不同了 簡直是Unfriend 原來十幾年朋友都可以是 發覺那個政見不同之後 接著就拆火 即是很多很多事情發生 其實要這麼嚴重的嗎 但我們今天說的那個話題裡面 是不關這個事情的 我覺得是很老套 即是和黃溝南變綠的 道理比較近的 那樣東西是沒有什麼一些很大的 所謂爭拗或者決裂 或者矛盾在裡面 即是反而是有一些inspiration 有些靈感令到我們平時生活的環境 或者我們和身邊的一些事物的關係 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改變了 我覺得裡面是有些很有趣的事情出現了 你們兩個是經常有下去的 那時候 我是有下去的 你不夠膽講 去哪裡啊 我沒有夠膽講 即是那時候下去金鐘 我沒有去過的 即是佔領區 那時候所謂佔領區 我忘記了 她說你忙著做節目那時候 蛤? 你那時候忙著做節目 忙著做節目 我都不記得我在香港其實 那一陣子 嘩 記憶力 差 其實我又 我 剛才我為什麼會這樣說 只不過是想帶出那件事 即是說那件事真的很影響我們這一代的人 即是無論是從哪一方面都好 因為我們之後會再說一些 生活上面的事情 就不是說政治 那譬如 我有下過金鐘 有下過銅鑼灣 有下過旺角 三個地方都有 三個地方都很不同的文化 坦白說 金鐘其實就很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地理位置上面 那些人好像真的很靜靜一點 還有好像很 手秩序一點 手秩序 或者你可以說 用一個懶嗨 這個懶嗨 那你這樣說更好 其實代表了如果剛才用那個 即是LIFESTYLE的角度 大家有不同的LIFESTYLE 香港的這個Diversity 就是多樣性是非常好的 全部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很特別 那不需要分幾區 有不同的感覺 有不同的感覺 文化在裡面 所以其實很有趣 金鐘那些人 真的感覺上 被人覺得是高格調一點 等於你去撐 我不認同 你覺得 銅鑼灣就比較多 很多年輕人 等於去銅鑼灣購物那些年輕人 那旺角那邊 可能比較 憤悍一點 什麼 即是比較 憤悍是什麼 又憤怒又勇猛 勇猛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另外 那個台的主持 也有提出過 他們其實 他們喜歡旺角多一點 哦 啤梨歌 對 即是不同的LIFESTYLE 可以真的分得開 然後就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LIFESTYLE 這個是那個前言 但是我又不 你先聽著 你下去吧 講一講你就知道 我說什麼 你記不記得 大家通常那些畫面 是歷歷在目的 不過你沒有去 你也有看過 有新聞 有看過 其實除了 有很多帳幕在這裡之外 其實裡面還有很多不同的事 或者不同的一些小的環境 那是衍生出來的 正如我們那天 有試過訪問的 Justin 他是有些藝術 在那裏想出來 然後 應用 我們曾經訪問一個 現代藝術家 叫Justin Justin Chow 周文慶 如果想知道 可以看前幾個 現代藝術家 還是當代藝術家 當代藝術家 那時候他在金鐘的地方多了 他就很切合你 其中有個題目 就叫做垃圾辯寶 是 其實他當時就做了很多 我們叫做那些 什麼藝術 那些 行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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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藝術的東西 好像他就收了很多 裝置 裝置 他就收了 他有一個作品 就是做了一個很大的 Cushion 那個Cushion 可以讓小朋友遠距離 跑然後就搭下去 那Cushion裡面是什麼呢 就是有很多法寶膠 那些法寶膠 就是那些警察吃完飯 剩下那些廢物來的 他拿了那些法寶膠 整結完之後 那些垃圾袋包著 然後塞進去 做Cushion裡面的餡 那些Cushion 有一個套 那套 他就是去問別人的帳篷 每個帳篷就借一些布 然後 放了一件事出來 然後那件事就是 很有時代意義 小朋友也可以玩 小朋友也可以玩 在那裏 就地取材 但是那個垃圾 就是那個法寶膠盒 其實就是來自警察的 那也是一個 挺有趣的東西 在那時候就產生了一些 你說這個 我覺得是很吸引的事情 我那時候下去 看到很多類似的創作 當然說設計 可能再闊一點 就這樣說創作 其實這個概念 如果在我們設計裡面 英文叫upcycling 就是一個 剛才Yuki說 垃圾便寶 或者有些人叫做 點石成金 這個挺好聽的 有些人就再學術一些 或者 叫做 升級再組 升級再組 有幾個不同的說法 upcycling 我喜歡點石成金 挺好 很有幻想 其實都有幾年 差不多十年 其實在設計的專業裡面 是有些年輕的設計師 在做這件事 很努力地做 還有很多挺有趣的項目 就出來了 不過真的令到主流 大家容易看得到 所以我為什麼佔領好了 佔領裡面 其實有很多平時 大家沒有什麼留意的 一些香港其實已經醞釀 發生了一些 走在世界比較前的一些潮流 或者剛才說的一些生態 或者一些概念 在那裡是突然 大家都看得到的 醞釀了出來 看得到的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是一件好的事 還有會不會是給了一個機會 大家去 有個地方去溝通 可以一起做一件事 這個又再多一個層次的東西 這個你剛才說的 我們有一個叫做 中創 或者共創 co-creation 這個又是另一個層面的東西 不過逐樣來 我們先說垃圾便補 因為我記得 就算在設計學院教育書的時候 也有幾個做得很好的項目 有些可能你們是 見過你 原來是這樣的 我有一個學生 找一些水樽 水樽有兩個東西 普通那些膠水樽 尤其是可能要大一點點 就是它有個容量 有一個窩鍊 喝完水便剩下空間 第二個就是它有一個樓 就是它有一個蓋 通常是一個樓的蓋 它收集這些瓶 其實最好用的是 一個好像是水桶 例如你那些大 5公升 3公升 那些 水肌小 或者是 水肌精等等 它就把它變成喇叭 跟喇叭的原理一樣 它一個就是 喇叭一定有一個音箱 它把不同的形態當作音箱 而扭那個 變成大小聲 它做了一些喇叭出來 那時候很早 在應該5、6年前 我們帶它去歐洲參展 我覺得是在德國 很多人很喜歡外國人去買 這個是 真的在香港收集了別人 喝完那些 或者用完那些瓶 它變成一個產品 就去賣給它們 很好的idea 不是聰明 你本身那些東西 就是去堆填區 是啊 你拔頭 越來越多垃圾 你將那些東西 升級了 為什麼叫升級再做 對 本來垃圾 或者叫點細成金 變成一個高產值的東西 因為本來水樽很便宜 變成喇叭之後 賣得很貴 我喜歡賣給外國人 不關我的事 沒有垃圾 類似有這些 這些不同的project 我舉個例子 另外一個學生 就是去了會展 會展呢 會展呢 扔很多垃圾 是 很多的展覽會 那些fair 很多東西是 又是去堆填區 例如書展之後 那些書 我知又是很多 剩下的人就扔了 另外一件事 每個展覽會都很多 就是banner 那些banner 每次幾年 在 2015年咧咧 2016年咧咧 每年就有很多 去印的出來 那些你 不可以再用 因為是那個實 event 有全字出來 那到時的地點去做 那些題目 他們就收集了banner 然後找了庇護工場的幫手 把它設成細塊 就像直部 剛剛的想法差不多 變成燈瓦 s 啊 就是燈瓦 本來也有得賣的 變成一些小批量設計的產品 本土設計 用本土的材料 但其實本身是廢物 這些就是垃圾辯寶的東西 其實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其實是的 其實香港有那麼多垃圾 而且你的banners有多不同顏色 是的 所以那時候他一穿的燈是很漂亮的 把不同的顏色拼在一起 所以那時候我見到佔領的地點 當然那個只是一個機遇 其實這件事很長遠 我都說發展了一段時間 但是是令到大家看得到 而且在裏面你看到原來未來 譬如我們去想自己的消耗或者消費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很不同的 我們通常會用cycle的字很不同的循環 我們怎樣去看一件物件的價值 就是是不是用完它就沒有了價值呢 還是我用完應該拿著它 看看它還有什麼更高的價值呢 我現在看Facebook有時候 人們是分享很多影片的 有時候可能說T-Shirt不要之後 可以載著購物袋去用這些 挺有趣的 尤其是你說Fashion的界別 有很多 現在香港有一個做得挺好的 叫做一個Eco Chic 一個環保時裝的大賽 當然它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其中一排全部都是做upcycling 尤其是用得多牛仔褲 牛仔褲 牛仔褲很用 牛仔褲很用 譬如牛仔褲做旗袍 其實你是在香港可以買的 香港設計師是自己想自己做的 挺好的這個idea 其實我想很多很多 其實講這一類型的一些example實在太多了 因為其實有很多年輕的一輩子 消費者不夠 多些人買香港原創產品 其實我以前見過有一個銀包 即是有一個袋子的series 很漂亮的 是用汽水蓋的那個蓋子 一路圍著 整個銀包是銀色的 因為汽水蓋的蓋子是銀色的 是銀色的 做出來的東西是很漂亮的 簡直是可以去charity board 沒錯 雖然不便宜的 幾千多元 我知道不是小的那些 好像幾百元也有加益的 但是很正的 是手工的 沒錯 而且那些是手工的 是手工的 只不過是消費者不夠 為什麼這件事要去到外國 那些人才懂得當保 而我們 即是地方或者中國人 也不懂得當保 你不如來這個節目 轉一轉的形式 不要經常講設計 講一下如何消費好的東西 即是買好的東西 會不會更多 那裡有得買的 應該叫Lekker來開個節目 介紹一下 那些人才可以 特別版的 對 為什麼我們中國人 又不會懂得去珍惜這件事 很奇怪 但是你會買外國 但你會買外國 譬如你逛街 去外國 去外國 去外國旅行 那你在歐洲 日本 台灣 你看到別人很多本土創作的東西 然後譬如我當廢物利用最低層 就是把紙再做紙 那張紙 不知道在哪裏 合在一起 然後一本書 那你會賣的 即是你會賣的 這個文化真的要少少改變 因為香港人習慣了即食 很快看傳統的品牌 或者逐點說太子 還有會不會是他們喜歡買一些保守的東西 即是不要那麼標旗立耳 但如果它貼了品牌 譬如Louis Vuitton 它推出這個東西 它可能欠自己買 其實Louis Vuitton 也有推出那些牛仔布的袋 那些人也會買 所以我覺得 可能香港人太急 我覺得有時候 如果靜下來可以 放一點時間看看 它買什麼東西 那時候的設計和概念 即是反而是留意它本身 那就不只是買牌子 那就更好了 果然有些啟發性 我有一個最極端的 upcycling的例子 我不知道你會知道 我們有過這樣的project 那時候也是設計學院的學生 很好笑的廣告的學生 很自小就住在大嶼山 在大嶼山 它跟牛仔的關係很好 但現在大嶼山沒有人種田 如果你去旅行 或者去看很多牛仔走來走去 暫時叫他們流浪牛 流浪牛 他們在程度上是自生自滅 但其實沒有人養的 當然有些人去關心他們 但基本上他們不是一個加速 他們真的自己走來走去 有空吃草 有空到處放下 那位學生就把放下的東西 他想 我一定要把它變成有用的東西 大家就會有些資源頭 去保護牛仔 他在想 牛仔生產最多就是黃金 就是牠的排泄物 就是生物 他去研究可以做些什麼 他研究了幾款 可以做紙 可以發電 可以發電 對 那個電力很弱 原則上是可行的 最尾我們和牠一起去 去Codevelop 等一下 抱歉 打斷你 你這個最尾我都很想知道可以做什麼 但我們這一節時間到 所以我留下 留下 再說一下到底那個便便可以拿來做什麼 OK 下一節我們再談 和牠們的 做人 最重要就是有種 Dyrew 5節 進聲為大家帶來 五香鹹肉種 和珍寶果精種 從選料到人手包種 百分百香港製造 不會正式做水 不加防腐劑 尤其是鹹蛋黃 五香肥肉 靚蝦米等等 絕對真材實料 香港人認真好種 做個有種香港人 馬上到MHK網界 訂購進聲的Dyrew 5節種 最遲5月27號 星期五節答 最快6月6日 星期一 凌組